今天反賭聯盟,連同公民團體,還有宗教界,我們一起來警政署啊,來抗議,我們的警察教育失敗了。 為什麼呢?因為我們從立法委員的手中拿到了一份訴審的陳情書,這個訴審陳情書當中啊,我們居然發現到,在這個陳情書裡面居然有刑事警察退休聯誼會,什麼是刑事警察退休聯誼會? 也就是說呢,你當了警察退休之後呢,你成立了一個聯誼會,可是這個聯誼會呢,居然呢,公開呢,要求國衛議員啊,趕快通過獨產法。 這個讓我們很驚訝,我們的警察是人民保母啊,像今天開記者會有很多警察來保護我們,可是為什麼警察退休之後呢,居然突然間從白道變黑道? 我們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。所以我們今天啊,我們公民團體來這邊呢,抗議啊,要求呢,警政署呢,跟我們回答,第一個,警政署到底支持開賭場? 第二個,退休警察,到底能不能,到底能不能開賭場?警察開賭,警察開賭,全民皆苦,全民皆苦,反賭場救台灣,反賭場救台灣。 今天啊,我們所敬愛的人民保母,呃,袁錦先生女士,啊,通常都是來這個,啊,圍剿賭場,來這個,啊,破獲這個,啊,拒賭的這樣的事情,我們看到新聞很多,但是,今天居然發現,啊,退休刑警聯誼會,來,這個,聲援,來希望賭場條例,來設置,來立法完成。 對,這是我們覺得很痛心的,這根本就是一個很糟糕的一個公民教育,對我們後一代的子孫呢,會帶來很大的影響。 退休警察,聯誼會,他們在他們,在當警察的時候,有這麼關心媽祖嗎? 不然為什麼,他要在博弈法,就是,現在審議的這時候,這麼積極的,與其他的連署,趕快速審博弈法,我不知道他們的局勢是為何? 因為,作文他們是一個刑事警察,在,現在發生,要進行賭場事件的時候,就這麼的積極,那我也覺得,那他,他在執勤的時候,有這麼積極嗎? 那,賭場開設之後,他是不是,就是跟賭場的,就是他,他負責圍管賭場公司,然後,包庇賭場嗎?那這是他們的職責嗎?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思考的。 我們反對賭場,立法通過,主要也是因為,我們反對賭場所帶來的投機主義,以及那種不勞而獲的價值觀。 我們反對賭場立法通過,但我們的退休刑警,卻陳情要求賭場立法趕緊通過。 我們都知道,賭場的成立,會帶來犯罪率的升高,會帶來整體經濟的問題,會帶來社會的各種問題,但是我們的刑事警察,卻陳情要求要有這樣的賭場成立,所以我們來這裡抗議。 在教育部在推反毒,反大鱗,反黑道的時候呢,警政署跟教育部有很多的合作,我們認為呢,警政署也應該加入反毒的行列,也把反毒的精神放進教育當中,這才是我們在要求的事情。 到2009年的警政署,自己統計,就是說警員包庇賭博性的電玩就有17件,涉案的警員就有64人。 然後到2012年,林毅市,行政院秘書長呢,也涉嫌收賄。 到2013年,刑事警察局三姓二姓的主秘許瑞三,也插股經營包庇賭場。 2013年,警政消防署賞,在八八風災的時候呢,採購收賄案。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呢,其實呢,一般的民眾是支持跟肯定警方的。 但是警方呢,還是有一些少數的害群之馬,在賭場還沒有合法化的時候啊,就有這些問題產生。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個地方啊,我們是希望警政署齁,跟我們說清楚講明白齁,揪出這一群害群之馬。 我們警政署就有資安維護的立場,致死反對將賭博合法化。 而且,任何人只要違法設立賭場,不論身份,我們警察一律依法取締到底。 這對剛剛所提的刑事,警察退休聯繫會,在我們警政機關並沒有這個一個團體。 也不是屬於正式社團的一個團體。 所以我們不曉得這個團體是從何而來。 我們還是再次強調,警政署在維護資安的立場,是反對將賭博合法化。 也將依法來行政。 針對任何違法的情勢,我們一律其律到底。 謝謝。